我們最後回答了一題美股的問題 想問SQQQ 他就說58美元就有一點貨 應該怎麼操作呢 SQQQ就是美股淡倉這些位置怎麼操作 其實你問我 我做這些特別有槓桿的淡倉上面 我不會看資產價格去做判斷 因為本身你有個槓桿的狀況 相反就是納子 你SQQQ就是追蹤納斯綜合指數的期貨 納子100個整體表現上面 現在是12,377左右 這些位置 你問我什麼時候夾就扔 如果穿上12800左右 我覺得就要理性投降 12800就是大約還有 可能有機會夾到大約是300至400點左右的幅度 400多點的幅度在那裡 只有3、4% SQQQ3倍 就是你分分鐘要輸多1勝左右 你搜到就可以了 方向我仍然看向下的 所以問題就是你SQQQ 我們經常都說做槓桿形式 你要自己衡量判斷 究竟市況發生什麼事 短線近期來說 美股夾SQQQ跌了很多落利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夾著淡倉 你在開淡倉就被人夾著 但問題是你需要有信念 以及在說你知發生什麼事 如果未來第三季 剛剛這個禮拜 聯署局議息會議 議息會議的結果才出來 接著到美國的GDP數據 兩樣東西都不下降 加0.75厘 接著看到GDP有負增長的情況下 我又覺得 沒理由不用再向下淡底 我又不相信這樣可以夾得多 所以你問我 短線這一刻的投降位 就是納指期貨 但12800在這些位置 穿著就要投降 否則的話 都是一些發上發落的狀況 那具體操作你就會覺得 他再等一等 如果去到12800也要投降 那現在就可以先撐著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具體 你都被人夾了這麼多 你要走之前都走了 你看圖上也是 對 都輸了兩成 你看圖上也是 之前說在六月份 七月份 整個環境穿著 那些位置你不走 所以問題是 其實你問我不是怎樣部署 我會問你有沒有能力去操作 就是你問我 永遠股市你用從結果論去買方向 牛市升的時候買TQQQ 那就可以了 熊市來的時候買SQQ是對的 但是問題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這麼長 而且你有風險承受能力這麼強 如果你在說熊市 就算開淡窗 中間就會像這段時間一樣 會被人夾得很厲害 但是問題就是 熊市出現的消息 都不是這段時間 為什麼高位才去追 追完之後不做風險管理 就是要分清楚這件事 那你問我的方向上面 我覺得美股未見底 所以你問我買SQQQOK 但是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你要捱多久 所以就算穿12800你不走 我覺得都不行 但這個不是我們的投資方向 所以你問我如果你做短線部署的話 我們特別你經常問價位那些 我覺得暫時來說 剛剛的策略就是說12800 穿完的話你就要想走 可能我看錯了 但是你問我方向暫時 我美股都是向下的 但是如果你做三倍槓桿的產品上面 你就預算是吃大茶飯 但是短線來說 你輸兩三星不出奇的 你說SARK那些都是一樣的 就算沒有槓桿 那些都是大上大落的 但是問題就是 最主要你有沒有這樣的風險承受能力 就是如果你把很多錢放進去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 萬一看錯的時候 你無法看錯的風險 說的就是這一點 所以暫時來說 就 立資期貨宣為12800那些位置 我覺得就要投降 我想朋友入題問題問你 就是進來 然後再加就是 他也是問你的具體策略 他說會不會說你建議他 都是不好 就是你一刻現在只虧了先 還是說都是等 我想他那個具體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要想回 就是你有沒有能力充創 就是你每個星期問我 然後有時候有些指示 或者真的走不了 那第一方面我覺得 我會給個建議 就是不要拿這麼重創 你現在又不要亂扣貨 但是暫時說你拿著 美股淡倉 我覺得真的OK 但是你其實就 有些不是真的去到 三倍槓桿的反向產品 那些類型的 那你就可以長榨我 那你問我的話 就是短線充創 就是剛剛說的 不穿12800那些位置 立資企貨 就是可以繼續耗淡倉 我會這樣看 但是短線難炒的 我們都經常強調 就是中共就是 不要只是問價位 你要知道那個方向 現在短線繼續看探 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美國的經濟水平的風險 還沒有減少 甚至這段時間只是夾淡倉 純粹的風險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大安報告 我自己看經濟數據上面 都是在說的 風險是不斷地加大 你看都沒有出現 一些股債雙殺的狀況在那裡 那些債券甚至有人在買 加息周期買債券 為甚麼有這種事 因為大家正在顧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真的要買債券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拿著SQQ的淡數 在結果論上是OK的 大家繼續搜下去 但你說在實際操作上面 穿12800的位置 會先投降走 看看那些位置 想一下市場狀況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改變 會不會看錯 好啊